我产假归来 顶留影帝官宣已婚生娃 同事对我冷嘲热讽 人要有自知之明 有孩子了还追星 他了吧 有这个经历 还是回家鞭策一下你老公 多给孩子赚奶粉钱吧 于是我撤下了 放在桌面上的影帝照片 当晚回家 他把我堵在角落里 低声质问 为什么把我照片拿回来 他们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说你养不起孩子 他沉饮片刻 好 我再接不信 几天后 吸引多年的影帝重出江湖 签名更新为 给孩子赚奶粉钱 一 兢兢业业在职场打拼五年后 我百忙之中回家生了个孩子 回来发现竞争对手成了我的上司 办公室里的风向一边倒 人要有自知之明 那么喜欢结婚生娃 别出来工作呀 就是还学人家追星 也不害臊 哎呀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周燕结婚生娃 给他哭死了吧 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我的偶像是周燕 办公桌上摆满了他的照片 还会认真的向大家介绍 他是我老公 午后老板把我叫去了办公室 你休产假这段时间 我把项目交给了叶婷 我皱了皱眉 可是前期工作都是我做的 他不耐烦的敲敲桌子 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 叶婷属于坐享其成 但这就是职场 闲耽误事你别生孩子 事已至辞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在小桌上忙活到生产前一刻 短短几个小时 项目一主 我被踢出了工作群 老板的电话打不通 客户也把我拉黑了 摆明了就是给叶婷腾地方 走出老板办公室 隔着很远 都能听见同事聊天的声音 叶总 您的项链真好看 叶婷一如既往的温柔和煦 比起当个黄脸婆 我更享受这样的生活 看看 这才是新时代励志女性 自强独立 哎呀 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 合着抢我成果的事 是只字不提啊 安妮每天都加班 我猜呀 她老公肯定没啥出息 既当妈又当保姆 脑子缠过脚步了吧 同事说 还没见过她老公呢 叶婷柔声道 那我做东 周末团建叫上家属 叶婷一回头 看见我咳嗽了声 以前她为了跟我抢今生的机会 没少暗中屎半子 如今倒还有些春风得意的样子 离离 下周带你老公出来 一起团建啊 我习惯性的开口拒绝 对不起啊 她太忙了 同事抢的说 是怕拿不出手 给你丢脸吧 此话一出 周围传来低笑声 我深吸一口气 露出个礼貌的微笑 她在外省出差 回不来 我懂 别逞强 叶婷促着眉 面露惋惜之色 对了 我现在是你的上司 身体撑不住随时跟我说 当然 我的观点还是 不能因为你生了孩子 就把工作推给别人 不都是叶婷完不成 把工作推给我吗 新官上任 我没心思跟她争辩 在此起彼伏的嘲笑声中 我看向照片 周燕目光清冷的直视镜头 光线透过浅蓝色的衬衣 勾勒出完美的腰线 作为一个惊艳的岁月的顶流影帝 粉丝数量庞大 多年来 大家为她的婚姻大事 愁白了头 她却窥然不动 淡定又礼貌地拒绝了夜内的介绍 算了 叶婷微笑着 我哥哥的度假村刚开夜 请了周燕 周末大家一起来 说完看了我一眼 见我无动于衷 又补上剧 离离要带孩子 就在家歇着吧 嗯 傍晚 我搬着纸箱 从地库走出来 刚转过拐角 斜后方传来一道低雅的声音 安理 我一扭头 走廊灯感应灯亮了 照亮了周燕的脸 她半张脸隐在暗处 轮廓阴 风尘仆仆的穿着西装 似乎刚从什么正式场合赶回来 我心跳加快 难以置信的小声问 你怎么回来了 周燕那双长腿随意曲起 懒懒靠在墙角 才将将让她显得不是那么高 好叫我捎抬头 就能将她沉进眼睛里 想你 不行 她扭扣解开了 腰带束缚出紧致诱人的腰 何必挺修长的腿 挺鼻薄唇 视线有黑 看人的时候 仿佛要把人吸进去 我看呆了 脸渐渐红起来 结婚两年 面对她聊我 我仍然抑制不住的心动 抱着什么 她不问还好 问了 我又是一肚子气 杂物 我闷闷不乐的 把东西塞进她手里 进了电梯 周燕抱着东西紧随其后 由于我和周燕都忙 家中请了保姆 女儿圈圈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 她睡得正香 我戳了戳她白嫩的小脸 跟保姆了解她一天的作息 周燕则在客厅收拾东西 半个小时后 我悄悄关上婴儿房的门 一转身 周燕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门外 低着头 把我堵在角落里 唇角挂着微笑 李李 为什么把我照片拿回来 一般用这个语气跟我说话 就代表我要倒霉了 我倒退几步 在即将跌倒时 显显揪住她的衬衣 委屈地搂住她的腰 他们不让我在办公室里追星 还说你没本事 赚不出奶粉钱 她沉硬片刻 忽略我肆无忌惮 占便宜的手 认真道 好 我在接不信 客厅里没有开灯 借着微弱的月光 我盯着她的腰陷入了沉思 李李 你想干什么 她的声音带了钩子 我慢吞吞地揪住了她腰侧的衬衣 咽了口唾沫 周燕顿时什么都懂了 不许 等你再痒痒 我抬头和她四目相对 白天受的气 转化成一些 让人疯狂又快乐的念头 我要洗澡 她懒洋洋地盯着我 唇角微挑 时间还早 你确定 黑夜让她的声音越发撩人 我耳根发烫 轻轻说了句 确定 周燕吞去一本正经的外皮 这点是我还是可以代劳的 三 都说小别圣新婚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周燕就总是费尽心思地诱惑我 勾搭我 明明一副清冷境遇的样子 私底下讲话 听得人面红耳赤 结婚后 更是放开了撩 哪里有个做爸爸的样子 李李 睁开眼睛 很漂亮 镜面被镀了一层哈气 我坐着小板凳 温热的水都头浇下 周燕的袖子挽直肘部 小臂紧实有力 衬衣湿了大半 她低头 秀秀我的头发 好香 我没有抹香水 奶香 我脸胀得红红的 声落文盈 你别说了 周燕气息一沉 哑声道 李李 我们公开好不好 她念到这件事很久了 专条我被她迷得神志不清地收奖 似乎成了一种执念 不好 虽然周燕赚得多 也足够养活我和孩子 可那是我的事业 婚前 我就跟她说过 以至于这么多年来 各路人马的介绍和撮合 都被周燕撕两拨千斤地挡了回去 周燕哼了声 不公开 照片也不让摆 不打算给我个名分 她突然挠到了我的痒痒肉 我哥哥笑着 不给 周末有时间吗 有 好 我带你去个地方 洗完澡 我靠着周燕给叶婷发短信 祝他们周末团建完的开心 不免又受她一顿冷嘲热讽 没想到第二天 周燕把我带去了度假村 她团队的员工都认识我了 见着我纷纷热情地喊 嫂子 我不好意思地摁住 被风吹起的帽子 我是周先生的小助理 跟大家是同事 大家心照不宣地起哄 懂低调吗 天气正好 我戴着口罩 站在大厅门口 等待工作人员安排入住 周燕还有活动 有经纪人陪着离开了 临走前 轻声对我说 随便逛逛 结束后带你去吃饭 说完 把她的身份证给了我 度假村景色优美 精致的人工湖被环绕其中 湖中养着一群白天鹅 再往外 就是人造沙滩 嫂子 要不要去沙滩上 看排球表演 周燕团队里几个 年轻的女孩子 精力旺盛 窜多我下楼之后 便抱着游泳圈 一窝蜂涌向沙滩 我要了一杯橙汁 躲在遮阳伞下 看他们玩耍 突然听到 不远处传来几道熟悉的声音 叶总 周燕真的住在这里吗 语气里带着几分激动和迫切 当然 我帮你们要签名 叶婷穿着比基尼 拨开灌木 与我四目相对 几个同事 鱼罐从后面钻出来 排成一排 表情很复杂 我眉毛巍巍一挑 你们这是追星 天天在办公室里 嘲笑我追星 结果私底下 一个比一个狂热 周燕同款T恤 帽子 鞋 叶婷勾了勾头发 柔声说 安妮 你实在想来 可以跟我说 没必要偷偷跑进来 同事附和 对呀 叶总答应 给我们要签名的 你早说 就有你一份了 叶婷满含歉意的看着我 对不起呀 数量有限 这次要不到了 下次我一定帮你 嫂子 他们是 周燕的几个助理 夹着游泳圈跑过来 同事 我喝光了橙汁 从沙滩椅上站起来 玩累了吗 几个女孩子笑得灿烂 嗯 刘哥通知我们过去吃饭 你要不要一起 刘哥是周燕的经纪人 叶婷听了半天 表情复杂的问 李李 你老公来了 嗯 失陪 我不想多搭理他 结果没走几步 就被叶婷叫住 A栋度假别墅需要 VIP机房卡 安离 你进不去的 他眉间续满担忧 我是怕你丢脸 小助理一脸诧异 刚想张嘴解释 对我打断 你们先去吧 我等会儿就到 毕竟这个时候闹出乱子 对周燕不利 眼看小助理走了 同事笑道 安离 这些人不会是你们 粉丝后援会的吧 真是够疯狂的 这叫私生饭吧 我晒得头晕 不想跟他多费口舌 我还要跟家属吃饭 失陪 等等 既然你家属在 咱们一起呀 不用 叶婷一把抓住我 离离 总得让我们见见吗 话音刚落 我透过他的肩膀 看见周燕向这边走来 周围的景色 瞬间黯然失色 我的反应 引起了其他几个人的注意 叶婷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一愣 突然捋了捋头发 深吸一口气 落落大方的走过去 露出个甜美的微笑 你好 周先生 我是度假村的负责人 负责这次您的行程安排 周燕被拦在半路 自然也发现了我 他早就对给他名分的事 不抱任何希望了 平静地看了看我 短暂一瞬后 收回目光 礼貌又疏离地道了声 谢谢 叶婷似乎得到了鼓舞 周先生 我和几个姐妹 都是您的粉丝 可以给我们签名吗 周燕笑着说 抱歉 时间紧迫 我太太在等我吃饭 对不起 打扰了 叶婷有些尴尬 转身对我们几个说 周先生还要吃饭 先走吧 见我不动 叶婷也压不住自己的脾气了 深吸一口气 李李 我都说了 周燕没事人一样 与我们擦肩而过 喂 我突然出声 周燕瞬间扭头 目光轻挑又多情 有事 我想跟你一起吃饭 几个同事表情怪异 像看一个疯子 叶婷叹了口气 安离 周先生已经结婚了 不是那种人 周燕伸出手 生怕晚一秒我就跑了 可以 过来 话落 四周一片死寂 死 周燕的狐狸尾巴 都要骄傲地翘上天了 等着我自己走过去 叶婷压下眼底的错愕 周先生 他是我们的员工 最近刚生过孩子 周燕扫了他一眼 嗯 我知道 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一夜 得寸进尺 其实我们都是一起的 我知道 度假村有几个菜品不错 周先生不介意的话 周燕低头询问我的意见 我出来的时间有点久 有些低血糖 没心思跟他们拉扯 我都可以 因此 晚餐的餐桌上 多了四五个人 小助理们和叶婷几人 打个照面 咦 嫂子 你同事也来了呀 叶婷的表情有些微妙 视线在团队的人里扫了扫 笑道 李李 原来你早就认识周先生啊 怎么不早说 我们可都是周先生粉丝 他优雅的落座 正好坐在周燕对面 周燕不着痕迹的醋了醋眉 嫂向我的眼神暗含幽怨 我已经习惯了 叶婷笑来喜欢站去主场 这次也不例外 相比在别人的监视和打量下 跟周燕吃饭 我更喜欢跟他团队 年轻活泼的小助理们待在一起 几个小姐妹也早已习惯跟我玩 扎堆坐在一起 开始分享好物 嫂子 我给小朋友织了顶针之帽 你别嫌弃 哈哈 他给自己手指扎个血洞 大半夜喊我送他去医院 医生说再晚点就愈合了 我摸了摸针之帽 谢谢 好可爱啊 叶婷搅了搅蔬菜沙拉 让周先生见笑了 他一直这样 在工作上不上心 说完又叹了口气 现在生了孩子 我这个做上司的 还得多多照顾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敢 让他跟着周先生来吃饭 怕照顾不周 周燕把牛排切成一块块 他工作还是挺努力的 他自己说的 叶婷忍俊不禁 脱腮望着周燕 周先生 你人真好 什么都愿意往好理想 周燕不知可否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很多年 是 老熟人 叶婷话题进行不下去了 转而Q我 离离 怎么不见你老公啊 小助理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不该说 就连周燕都盯着我 我收好针之帽 哦 他在忙 周燕笑容一僵 插起切好的牛排送进了嘴里 一顿饭在怪异的氛围中结束 周燕话不多 大多数时候是叶婷在说话 变着花的打探他的私生活 导致大家都没吃好 散了场 叶婷在外面等我 离离 一起走 小助理拉着我的胳膊 不了 嫂子要跟我们玩桌游 那我也一起 我比较擅长这个 叶婷以前也总爱在我们组坛项目的时候 跑过来横插一脚 偷窥我手机屏幕更是常态 逼得我贴了房偷窥膜 只要我过得好一点 他会不遗余力的跑来奋一杯羹 小助理们满转回绝 不好意思啊 人够了 下次一定 叶婷不甘心地叮嘱了句 那你早点回去 别打扰周先生休息 人家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 知道了 几个小助理也觉察出我俩关系不好 嫂子 你同事脸皮真厚 她到底想干什么 或许不想看见我过得好吧 我们凑一起玩桌游 周燕也来了 今晚运气不好 一连两把我都是输假 输了就要接受惩罚 他们起哄 嫂子喝酒 我玩得也高兴 刚接过啤酒 周燕伸手拢在酒瓶上方 等等 我替她 那得两瓶 没酒了 经纪人刘哥起身 戴好帽子 我去买 恰巧我手机响了 是老板发来的消息 方案什么时候发给我 我笑容一顿 有点懵 什么方案 叶婷交给你的任务 我虽然没资格管你私生活 但是任务都不完成 就跑出去玩 说不过去吧 说完 还发了张叶婷朋友圈的图片 我充当了背景板 他给我使绊子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以前我俩评级 还能解释 如今他是我的上司 说把项目给我了 我百口莫辩 刘哥 我跟你一起吧 我穿上外套 正准备出去给老板打个电话 周燕问 我陪你 不用 夜深人静 怕有狗仔 我和刘哥坐电梯下到一楼 几乎刚走出电梯 叶婷就围过来 李李 你住哪 没想到他能坚持不懈的等到现在 我指了指楼上 住楼上 你 住得起 他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 又看了眼刘哥 哦 这位是你老公吧 怪不得跟周燕熟悉 他是我朋友 我着重强调 叶婷好像没听见一样 这次总算看见了 早知道你跟安丽的关系 我就托你要签名照了 刘哥一脸懵圈 不远处 有个女孩子突然喊了句 刘明远 你和他什么关系 女孩子带着肚子 眼眶都红了 叶婷扭头 看了看我 又看他女孩 不是他跟安丽生了的孩子吗 他啜泣一声 转身跑开 刘哥脸色一白 对着叶婷骂了句 你有病吧 紧跟着追了出去 叶婷仍然没有放弃的意思 看热闹似的 哎呀 这是什么情况 你还不是正事 啪 我扬起巴掌 扇在他侧脸上 没用多大力气 主要是听个响 叶婷被我打懵了 我冷冷看着他 闹够了吗 刘明远的妻子胎不稳 前不久进过医院 要是出了事 你给我等着 叶婷捂着脸 半嗓突然叫道 你敢打我 怎么不敢 你欠打 我脾气也上来了 以前我不跟你计较 是怕惹麻烦 你今晚想干什么 从我跟周燕吃饭开始 就阴阳怪气 你在工作上给我屎半子 可以 我认了 我的私生活 惹着你什么了 叶婷似乎被戳了痛楚 谁在乎你私生活啥样 问老公是谁也不说 不知道还以为 你就见不得人的够当呢 那么在乎 我老公是谁想干嘛 你有病吧 你 我掌心发麻 抛出手机 摁下老板的电话 开了免提 那头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干什么 我把听筒 对在叶婷脸上 叶总 请问 你把什么项目交给我了 叶婷还没从 被我殴打的气氛中 缓过来 被这么一问 张口结舌 你 说 交给我什么了 叶婷也反应过来 就是走访专家的那个项目 我一早就交给你了 好啊 拿出证据 任务分配 具体到字面上 聊天记录 工作邮箱 你用了哪一个 叶婷张了张嘴 被我打断 您别说是口头告知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没必要当着老板的面表演吧 电话里沉默了半天 说 安理 你今天是怎么了 闹什么 其实我早就料到结果了 他并不想在深夜 听到一通员工吵架的电话 镇定下来 黎黎 对不起 怪我 下次我一定发到牛箱里 我真的说了 只是你忘了而已 我冷笑一声 老板 之前一直没告诉你 叶婷这些年来 一直给我屎半子 我手里好几个项目 都被他搅和谎了 安理 你瞎说什么 行了 安理 大半夜的 我是想看到方案 而不是来给你俩当包工来的 老板不耐烦道 我端着手机 气定神弦 没让你当包工 兴度的 姐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 叶婷他就是个傻X 你让他管理项目部 等着倒闭吧 你发什么疯 不发疯 明天等着收辞直信 对了 你也是个傻X 说完我摁掉了电话 叶婷冷笑道 你这个年纪 辞职及失业 有本事你辞 我当着他的面 给猎头打了电话 夜里11点 对方很快接起 姐 你考虑好了吗 薪资翻两倍 上司还是业内著名的令老师 挺看好您的 考虑好了 我会把我的团队一起带过去 就等您这句话了 我挂断电话 问 满意了 叶婷再也顾不得体面了 冲着我尖叫起来 你别逞强了 令老师能认识你 我认识令老师 源自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在外省跑项目 叶婷也该在场 但他宿罪未行 误了出发的点 原本需要两个团队完成的事 全压在我的组员身上 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 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能力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邀请我去他那边发展 要不是我从公司创业初期就在了 对公司感情很深 可能早几个月就跳槽过去了 说起来 是叶婷给我的机会 叶婷气得口不择言 我最烦你们这种已婚妇女 老公累赘 自己也不争气 动不动就辞职 真恶心 电梯叮得开了 周燕穿着宽松的休闲衣走出来 暖黄的顶光灯倾泻 他像照了一层薄雾的太阳 温柔耀眼 以前 我总是瞻前顾后 总觉得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在一起 会招来很多麻烦 但是人总要顺从自己的占有欲 冲动那么几次 等着我说话 如果我答应公开 会对你造成影响吗 我认真问他 周燕早已习惯我突如其来 让他配合扮演各种形式的cosplay 因此乍听我要公开 一正 默色的同人而终 渐渐样出了惊喜的笑意 不会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好 我深吸一口气 扭头 拽住周燕胳膊 对着叶婷一笑 不是想见我老公吗 人在这儿 还要签名吗 长达一个世界的沉默 我眼睁睁看着叶婷的脸色 由红变白 由白变青 由青转子 可怕的不是我口出狂言 而是周燕本人并没有否认 他配合的伸出一只手 礼貌温和的说 你好 感谢这些年对我太太的照顾 叶婷面如死灰 降在原地 久久没有给出回应 当然 周燕也不在意这个 此刻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当场掏出手机 叶婷讽笑一声 周先生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 你没必要这么帮他 周燕挑眉 邀公式的告诉我 老婆 发完了 此刻 他的个人社交主页上 更新了一条动态 已婚已遇 感谢有你 并破了张我的影子 短短两分钟 引爆了热搜头条 叶婷的体面再也维持不下去 匆匆离去 我盯着那条动态 说 你动作有点快 周燕摁了声 怕你反悔 无 公开有公开的好处 我和周燕手拉手 在楼下的小花园里 散了个步 回到酒店 刘哥哄完老婆 连夜找人公关 电话里 他心里焦脆道 老大 嫂子 谢谢啊 刚才我媳妇 差点把我修了 非让我交代 嫂子跟我是什么关系 我心怀歉意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哪里 是你那个同事精神病 嫂子 我多说一句 像这种见不得你好的人 趁早远离 指不定啥时候 就朝你捅刀子 嗯 谢谢刘哥 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从周燕还没出名 就聚在一起了 说出的话 都是真心实意为我好 挂掉电话 又收到闺蜜的短信 东西收到了没有 我脸瞬间涨红 你胡闹什么 都老夫老妻了 玩什么山楂树之恋 他继续窜我 李李 大活人摆在那 你能忍住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年轻的时候 我俩都是以我爱好者 后来 我有了个真人版男主 退圈了 留下他一个孤寡老人 定期向我安利新出的卡片 周燕正在洗澡 磨泊里照出了他模糊的身影 半个小时后 浴室门咔哒打开 雾气自缝隙里溢出来 沐浴露的香气泥散至室内 周燕走出 发烧调起水滴 落入绵软的浴袍里 李李 水热好了 温度也正好 你要不要来洗 一把银制玩具手枪 轻轻抵在他后腰 先生 举起手来 不许动 周燕的话一顿 短暂的沉思后 缓缓举起手 小姐 我不动 小心误伤 他演了这么多年戏 台词和演技都是一流 更别提声色秒杀诸多 CV 淡淡的颗粒感 低沉悦耳 此刻说话 蕴含着淡淡的笑意 我紧张的手心出汗 抵着他 走到床边 由于体格悬殊 我不得不提防正面淫敌 被他反制 你有什么诉求 我二根子都快烧起来 节前节色 这是什么羞耻台词啊 亏闺蜜他想得出来 周燕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似乎在努力憋笑 我脑呢 恶狠狠地抵住他后腰 往前一推 你不要觉得 是件很好玩的事 这可是有危险的 危险 他缓缓重复我的话 突然转身 有什么危险 我被出狱后的那张脸给迷住了 脑子出现短暂的空白 要知道 美貌也是杀伤性的武器 我底气不足 谁 谁让你转过来的 周燕懒洋洋地笑着 向着斯文败类 勾住我的腰 顺势坐在床上 我坐在了他腿上 绑匪小姐位置不对 他带着手枪 挪至自己的胸口 朝这儿开 我突然抖了下 你你 后面的台词已经全忘了 人质成了主场 我是个落难的绑匪 周燕扶住我的腰 厘厘生过孩子 腰还是这样戏 我丢掉手枪 捂住他的嘴 你不许说话 他轻轻咬住我的手指 眼底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今晚都听离离的 绑匪大战的戏码 浅长折指 最终还是没有言起来 周燕最近手身如玉 无欲无求 我也不好下手 闲着没事 跟他对台词 他对我的要求不高 能念出来就行 念到一半 我昏昏欲睡 突然手机来了条消息提示 嫂子 这人是你同事吗 我勉强睁开眼 打开链接 弹出一个个人主页 底下写满了日记 最新的一条发言是 生过孩子 就该退出职场 这熟悉的口吻 我已经想到 叶婷写这句话时候的表情 我按照倒序排列 看到了账号初期 最早的一条动态 职场新人 第一 本公主要大展红图了 后面好几条 都是分享自己生活的 我被勾起了好奇心 想知道 他为什么对我抱有敌意 十几条之后 我看到了答案 一个图片 配上一段文字 我时常感觉自己 与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娇奢营 几万的包手买就买 沉浸在享乐主义中 不努力赚钱 偏偏招摇过市 在别人面前炫耀 为什么不能好好工作呢 面包会有的 包包也会有的 那张图片 是我的包 可能因为这句话 说到了有人的心坎里 这条动态突然火了 小姐姐别气馁 你比他们都优秀 对 我们不能选择出身 但至少 我们能努力 掌握自己的命运 是不是被欺负了 职场霸凌 列婷生平第一次感受到 被人关注的甜头 不停与人互动 没什么 就是有感而发了 毕竟我和他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加油 你会比他更优秀的 从这时候起 他开始凹人设 把自己经营成一个 艰苦卓绝的职场女强人 时间久了 连自己都被蒙蔽了 他的社交界面上 永远有一杯清晨的黑咖啡 光鲜亮丽的写字楼 而我 可能还因为熬了个通宵 趴在桌子前睡觉 早晨的第一口饭 是昨晚凉透的包子 在看什么 周燕问 我把照片给他看 记不记得这个包 记得 周燕笑着说 没有这个包 或许我追到你 还要费不少功夫 那时候 我要赶去外地拜访学者 听闻他对别人的着装 有一定要求 费尽心思打听半个多月 终于摸清了他的喜好 再三犹豫 跟当时并不太熟络的 周燕借了钱 租了个包 那单做成后 我赚了五万块 回来的路上 被小偷割破了包包 便拿出一万 买了它 现在还摆在家里呢 再往下 又翻到一条 同事聚餐 我留在办公室 加班吃他们带回来的剩饭 人生就是负重前行 底下好多人为他打包不平 不是吧 为什么不把饭扔他脸上 叶婷 领导喜欢他 笑死 关系后 看到这里 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这哪里是剩饭 是我特地从饭店 给他打包回来的新菜 因为那天叶婷说自己不舒服 去不了 我还给他叫了外卖送药 和红糖水 这股放下筷子骂娘的劲 让人气都撒不出来 就在我闹心的时候 小助理说 嫂子 他跟着你俩上热搜了 截图里 叶婷的账号排在第二位 关键词是 周燕妻子职场霸凌 六 以我多年来的经验 像这种泼脏水的行为 即便公关出面 也会对老大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影响 会议室里 刘哥正在认真分析 因为毫无证据可讲 大家都相信空穴不来风 个别粉丝 对家营销号成分复杂 简单带几波节奏 就毁了 没关系 我不怕周燕一如既往的淡定 对李李有什么影响 刘哥为难的看了我一眼 被人网爆 我对着他们笑笑 巧了 我也不怕 不怕 舆论战还是要打的 叶婷吃准了 我百口莫辩 活跃的过分 说我这些年利用周燕的势力 拿了不少资源 底下涌入了很多人 安慰他 姐姐 一定要保护自己 跟资本家作对 美好下场的 周燕不胡 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责任 还有安理 关系户而已 现在人家跳槽了 去了更高的平台 工作室每天都会接到 别人打来的辱骂电话 大家忙得身心俱疲 而我每天 坐在靠窗的一个小位子面前 对着叶婷的动态 写写画画 周燕更忙了 他不说 我也知道 这次舆论给他带来很多麻烦 有询问情况的 有解约的 这场风波对他的影响 远远大过我 即便如此 他还是像个没事人似的 定时陪我吃饭休息 几天之后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第一条 大家好 我是安理 第二条 我会不定期放出一些聊天记录 付时间线作为证据 我的记性算不上特别好 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习惯 把一切落实到纸面上 不得不说 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回到最初的包包事件 我与店家的交易记录 使用目的被小偷划坏的截图 和我主动赔偿的提议 都变成图片放在了网上 配文 一切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是为了生活 动态很快吸引了大批人围观 第一 我理解的没错的话 安理是为了谈合作 财租的包事吗 偷偷说一句 我也这么干过 因为没有好车好包 别人压根不会让你进门 这就是现实 真相了 同为打工人感同身受 比起叶婷内涵人家白富美 我感觉安理更像个勤劳的打工人 为之全貌 尽坐为官 我勾去笔记本的第一页 很快又发了第二条动态 是老板 同事给我发了一些聊天记录 老板 安理 那个方案抓紧 我 我记得不是叶婷做吗 老板 他请假了 同一天 妈妈给我发来消息 离离呀 怎么还不回来 今天你生日来 我在加班了 估计要明天晚上才能回去 同事请假 活给我了 第二张图 同事 安理 看到叶婷了吗 我 没看到 同事 他怎么没来呀 听说是约会去了吧 他男朋友挺有钱的 我 你有什么事吗 同事 哦 他的计划还没写完呢 我这边着急要 你们一个部门的 能不能催一下 我 那我来吧 类似的截图 有几十张 我做了个拼图 发了九宫格 配文 努力不只是说说而已 请拿出行动 评论去炸了 我去 动不动就请假的 原来是他呀 刚才去翻过叶婷的动态 对标这个时间 他在抱怨自己下班晚了 可人家安理因为他 熬了个通宵啊 爱马 锤得真带劲啊 还有吗 针对网友意见 最大的剩饭事件 我给了回应 李李 我身体不舒服 你们去吧 怎么了 肚子痛 那我陪你去医院 不用 我休息会吧 你们去吃饭 好 给你点了药 记得吃 付了张外卖订单截图 叶婷 还在公司吗 给你带了瘦肉粥 他家的黄金蛋饺也好吃 给你新买了份 哇 谢谢 最后 我佩文 那么爱吃剩饭 早知道就真带剩饭给你了 评论区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安理好会对人 活酒见 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 又当又立 让他玩明白了 他不想去 是想在办公室拍写真 哦 人设吧 在局势逐渐明朗的情况下 有人爆出 安理生产期间仍然持续工作 进产房后几个小时 被叶婷抢了客户 业内一位看不过去的知情人士爆料 我之前跟安理女士对接的项目都好好的 细节也敲定了 不知道他们公司怎么想的 突然换了负责人 说话难听 一股子傲气 感觉全天底下的人都不配跟他讲话 恕我直言 我们才是甲方 我一气之下拉黑了安理的联系方式 觉得他不负责任 但是刚才看见细节 原来那段时间他正在生孩子 利用女性生育空荡抢人成果 很恶心好吗 再多说一句 叶婷的能力真的差劲 依托答辩 他的出现 给这次事件盖检定论了 叶婷当时营销人设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过今天会被人扒出来 两边一对比漏洞百出 短短20分钟 他隐藏了若干条对应的动态 并开始删除评论 急了 拉黑我干什么 有本事别删啊 无嘴老太婆 我放下手机 伸了身懒腰 阳光刺目 熬了几个通宵的眼睛微微发酸 一杯热牛奶摆在桌子上 周燕还穿着昨天那身衣服 黑发略显凌乱 显然也没有休息好 你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嗯 处理好了 刘哥夹着几兜子油条热豆浆 撞开门走进来 嫂子 为了给你找那个合作方出面 燕哥昨晚忙活一宿 我错落地抬眼望着他 周燕给我塞了个糖油条 知道你自己可以 但是这样更快一点 吃完去睡一觉 律师还已经你好了 剩下的交给我 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松懈下来 简单吃过早饭 倒头就睡 等醒来 窗外天都黑了 打开手机 发现夜婷的热度不降反掌 夜婷才是最大的关系户 我躺在床上 听着闹钟滴大声 突然松了口气 这些年 我所遭受的不公和委屈 都有了个答案 醒了 周燕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房间里太黑 我刚才还没发现 我一言不发地靠过去 抱住周燕 你也遇到过这种事吗 周燕轻轻摸着我的头发 刚入行的时候遇到过 作为一个毫无根基的新人 冷遇是家常店饭 还记得我刚认识周燕那会儿 我在一家公司实习 跟组长跑外地出差 路过横店 天热 大多数人下戏后 会来附近的摊子吃糖水 周燕不一样 他在反复琢磨剧本 我好奇 就跟他搭话 哥哥 你演什么 周燕冲我温和一笑 一个为了救将军 死在阵前的小兵 他把剧本给我看 就一句飙红的台词 咽了无数个血包 烈日当头 在烂泥里反复摔打 结束后 我说 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的 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 他说完 歉意的一笑 不过刚才导演把我的台词砍了 我想了想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便说 真是巧 我组长把我的工作也砍了 这个月我没钱 周燕听后笑出声 看来我比你幸运点 至少我还有钱赚 那晚 他请我吃了火锅 临分别的时候 我们加了微信 朋友圈里 总能看见他在片场的生活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龙套 变成了有台词的演员 后来我毕业 开始工作 周燕每次路过我的城市 都会找我吃个便饭 他在变好 我也是 然后就是几年前 周燕一泡而红 当天晚上 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 等了很久 周燕说 我想去你家坐坐 他后来跟我说 那个晚上 他想说娶我 但怕太过唐突 只能退而求其次 约了第二天的电影 电影名字是 怦然心动 七 后来 叶婷又发了好几条动态狡辩 大致意思是我买水军污蔑他 但是没多少可信度 听说我带团队跳槽后 原本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倘若叶婷有能力 倒是不愁什么 坏就坏在 他是个花架子 把手里几个项目 搞得一团糟 老板一时间 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应急 接连几次后 资金链断裂 正在破产边缘徘徊 而我跳到了更广阔的平台 人手充裕 同事配合默契 工作效率极高 因此事半功倍 假期也给的充裕 这年夏天 周燕接荡亲子综艺 刚好我在休假 一起去了海边 圈圈七岁了 乖巧可爱 眼睛像周燕 鼻子和小嘴像我 逢人就会甜甜的叫叔叔阿姨 因此很快圈了一大波粉 几期之后 观众分化成两波 一波是来看我和周燕谈情说爱的 一波是来看圈圈的 此刻 圈圈一脸呆萌的 看着我俩做饭 灶台旁 我盯着周燕和面 你水放少了吧 她手上小臂上全是面粉 滴着头一本正经道 鸡蛋面 筋到点好吃 圈圈则蹲在小桌前 捏小刺猬 弹幕飘过 啊啊啊 乖圈圈 小刺猬好可爱 周燕突然就下个面团 给我 干什么 你不做小刺猬吗 弹幕 早上好 除了你俩 节目组最后 安排周燕和圈圈 去沙滩上堆城堡 我作为圈爱人 在不远处的耶稣林下 接受采访 安小姐 节目组为您请到了一位老朋友 想见见吗 我一回头 看见了叶萍 这几年 叶萍的工作不太顺心 后来打电话求过我 我没搭理 不久后 她辞职 利用女热炒作 多多少少有了点名气 早就听说节目组爱炒作 没想到真把她请来了 叶萍累脸了很多 在我对面坐下来 主持人问 叶小姐目前单身 对 不考虑结婚吗 叶萍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结婚对我来说是个累赘 我比较独立 主持人转而将问题抛给我 作为已婚已育的女性 你怎么看 我瞬间明白了 这才是节目想贡献给观众的看点 上次接受节目组采访的嘉宾 到现在还在被喷 一不留神 就容易掉进陷阱 更别提很多网络媒体 会恶意剪辑 误导大众 我看着不远处的一大一小 反问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叶婷一愣 主持人也愣住了 我喝了口椰子汁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 我结婚 只是因为我想 而不是应该 同样 不想结婚也是 叶婷不甘心 还想联合节目组 引导我说出有争议的话 你不觉得结婚之后 就缺少了独立的勇气吗 我笑了笑 独立很好 可这不是动动手指 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真正的女性独立 是站在锋刃上 坦然面对所有的不公平 并有改变她的决心 如果不甘心 就爬到那个位置上 去改变规则 而不是把精力花在 毫无意义的内斗上 也许叶小姐不了解 我的团队里 有一大半都是女性 有结婚的 有未婚的 她们都很优秀 也很独立 大概节目组来之前 准备了剧本 主持人愣了半天 也没接下去 叶婷也不说话了 望着大海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远处一个浪头 拍倒了圈圈的沙堡 蓝天白云下 圈圈从湿漉漉的沙坑里 爬出来 追逐着洁白的浪花 捡到小铲子 回到沙滩边 蹲下继续瓦 周燕就坐在旁边笑 也不帮忙 主持人撞了话题 不过去安慰一下吗 微风吹来 圈圈的帽子